《人民 只有人民》 《人民 只有人民》 《人民 transform 企钱》 宿舍 雖然不属于 还有老大哥 很有意思 这张画是一个大画的局部 这张画总共有30米长10米高 这张画完成以后我们上去照个像 这张画画完以后放在广州的东教墙 传过影响美国大的 外省都来看 这体又强了 现在拆掉了 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广东的宣传画 对传过影响那么大 这由于有个广交会 春期秋季两次唱着两批 一年有两批的宣传画 你看干十年八年有多很多画稿 韦大领袖曹主席教导我们说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 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 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千万不要忘记 接提造干股 这个就是我了 这个就是我了 这个就是很模糊了 因为时间太久了 这些都是发霉了在上面 十米高 最大了 这些都是参加这个绘画的 这些是工人 这些工人帮我们挂 帮我们打底 帮我们搬运 画家有几个 这个都是画家 这个就是画家 这个也是当时的市委书记 广州市委书记的秘书 根据当时那个政府啊 国家的那个宣传的口径啊 来唱作 其实我们的奉命而着的作品 现在有宣传什么 有没有画什么 这个题材的市委宣传部定的 他订了题目 我们跟这个题目来唱作 我们那个美术组啊 就是这四位 宣传办公室 领到下面的一个小组 这个唱作组 当时我是组长 我们整个组呢 只有五个人 但一放大做起来的时候呢 就几十个人 在广州市啊 不过当会调人来 调人来 组成个临时唱作班子 来玩这 因为广州市总共 挂着街头 有六十多张大的宣传画 最大就是这件啦 第二件是二十五米长 当现在我们重新看 这些作品的时候 我可能会更理性的 去看待这些东西 尤其是我是做一个 美术馆的一个馆长 因为我不让理性 第一就看到它的美术史 跟文化史的价值 第二就是 作为一个美术馆的 这样一个主持人吧 他也从很多方面 去考虑 对这段历史的收藏 跟重新的 为今后的研究 奠定基础的一些工作吧 那么至于说 他们画的内容等等 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现象 但我觉得 在这个阶段留下的东西 应该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这价值 应该是文化史上的价值 当然现在看到这些作品 我们特别佩服 就是这些艺术家 这些当时是很年轻的艺术家 他们能够在这种环境底下 梦发出这样一种 一种创造性 创造能力 而且去实现他们一种 至少是自己青春的 一个部分的一个价值 因为那个时候是这样 很多我们老师被 很多知名画家 几乎都给它打倒了 那时候还有很多老师 都出于生命的 威胁的情况下 基本上很多老师拉着浏览去 关起来 这些画画的 鼻子都不可能动的 只要我们学生 还有这个可能 有这种条件 而且呢 出生不好 你又受献祭了 因为我算出生好 易伯伯先传话 是匕首头敲 直视反格力修正主义分子的激躁 一个个节目如铁拳 把中国的赫鲁小窟打翻在地 踏上一只脚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因果的新章话 当时是铺天盖地的 一个是小报 这个印索品 印索品 小报 对我的分类 粗略的那么分类 两大类 一个是歌颂型的 对他们起那个歌颂 顺化那么一种作用 毛主席一挥手 全国人民向前进 当时就是街头大旋转牌 原来都是写标语的 画了好多大旋转画 最早的头一个 做这个事应该说是我 我们管这叫大话 这个 因为多少年党的教育 文艺是革命的此轮螺丝钉 是武器 是革命的武器 武器这批判用起来 那就是说快 把这个政治口号什么的 都给宣传出去 宣传画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简洁 简洁才能力量 宣传画就是这样 它是配合的毛主义那种 简便那种语录式的口号 和这个视觉形象 集体像这个大规模的 像这个老百姓这个灌输 你的毛主席的木刻像 可以说是全国印刷量最高的 而且呢你当时就像的 就到处会沿用 那么后来呢你又继续了 你的这个红色技艺的 对于中国共同红军的这样 长征的题材 画了红色表演 是变成了四十年以后的 在这个红色题材的这方面 是最想要的一个作品 我在文革的时候刻的那个毛主义像 那就是实际上体现了文革的这个历史 那么当然它不是历史画 它是一张宣传的 那么当时也许是 其实很多人当时都在画这个 而且都照的是同样一张照片 但我那张是流传最广的 那么因为后来也运用到 那个各种范围的时候 比如书啊文革啊 旗子啊什么语录啊 还有就是尤其是报纸上用 用的这个语录 成了一个符号了 对啊 现在一直 这个大批判砖栏 就拿这个白纸 拿墨汁 这个黑的红的黄的 这个最快的最简单的 磨一磨 所以这些形式我感觉都和 你要说是斗争需要 是当年的语言了 就和实际生活呢 很自然的那么结合着 一个是中国近代的这个传统 就是借用了西方 写实主义这个传统 它也同时它跟 这个十八世纪共和国革命艺术 一直到希特勒艺术 到苏联这种艺术为政治的 这样一条线索的营养 另一方面就是它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的 这个影响 我刚才讲了那个戏剧里面的亮相 英文 靓市亲戚宣帽子 这个是我1967年的时候我做的 我是没有什么美术功底,什么都没有,没学过,但是那时候运动啊,就是全民参与,所以呢,我都有这个机会了,来我自己来制作,我就把这个轮廓,就用一个刻写的钢针,好了,刻好了,那就是把它这个压上,好,就开始, 可以开始运作了,搞油画的,修修就破烂,画国画是黑画,几乎不能画,只有政治双双画,才能画,能够有个画笔给你拿着,已经很高兴了,有画,你给你画,你看多好啊,羡慕得不得了其他人啊。 为什么会,那时候,全中国到处都是毛的形象,毛也是利用这个,强调自己的权力,他所以发动文化革命,是因为,他感觉他自己的政权,岌岌可危了, 他的权力被,旁边的一些政治家所,所,这个,拿走了,他要强调他自己的权位,这个造成运动是,是,是他开始允许的。 因为我是美院工艺系,染级专业,也搞丝绑印刷的,所以我就利用这个工具,就来,那个,创作宣传画。 当时广州是分成两派,一个红旗派,一个东风派,我是东风派,就保守派,就保守的。 因为我算出身好,我父亲是工人,工人阶级,所以我是美院第一批红卫兵,大批班我参加了。 大字报我写的不多,但是我这个等于写大字报,毛主席说什么,我就根据他那个,来唱作宣传画。 其实最终毛是有一个政治阴谋在里面,就利用这个宣传工农兵,就是一开始的口号,就是说打倒党内走资产级的这个什么当权派,那个让群众起来,群众起来干嘛,是拥护他呀,他是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 是战场。 A lunch hour entertainment at the Canton sewing machine factory, a sort of Chinese workers' playtime. 这一场武斗就死那么多人了。 1967年,820啊, 我觉得中大红旗那时候是主力嘛,那时候学生军的主力。 他们用强武器去保卫中央首长,这就强枪过程中,给另外一派伏击,就打死了好多人。 中大红旗嘛那时候,文革的时候很出名。 这就是,就不是用枪打了,用炮打了。 东风战是日月上的毛主席,那刚好呢,这个他们东风派啊,毛主席那个雨露,他们去游行啦,欢迎毛主席雨露啊。 这呢,走在广州的北京街头啊,上面的不同派别呢,就把垃圾倒下来啊,要煤灰啊,什么要丢东西上来啊,他们很委屈,很委屈,很难受。 那希望我们唱着一张这样,他们想念毛主席,这个就产生了这张画。 是的 这张画。 六八年到七零年 那个时候我们英国跟中国外交关系非常恶化了 红卫兵把英国大使馆撒掉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去采访没有机会 中国报纸我买不到 除了人民日报外 其他的报纸就不让不让出口 所以呢怎么样 这个就是看见的问题 看什么东西 看人民的上把下把 看人民到商店去买东西 除了这个以外 还看墙上的东西 墙上的东西有什么 有宣传画 有黑帮包 有标语 在新华书典这些东西也可以买 可以买得到 宣传画 简直 各样各种都有 就是我发现可以用这些资料为价值 utensits 渔沙 刘沙 那个John Gissing他不是原来在这个大学里工作的吗 我是接他的班 那么接他的班的一个组成那个部分 就是进行那个宣传画 所以首先是那个John Gissing收集起来的 然后他投几批到大陆去的学生 留学生 你们这里一共收藏了 现在收藏了多少 我们一共还没有 就是正式收集起来 像这种我们刚刚买了 可能到一千吧 到一千 一千 这里有 没有 这些全是画 这里里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是谁農过来的我不知道 对 这些东西是那个 我们是他们的队伍 我们要团阶进 高军和灭红气 勇敢杀 在哪里的观众 在其中间的东西 在其中央里面中 他们在其中央里面中 在其中央里面中 可以做一些东西 小的东西 在其中央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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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所有的东西 发生了 学习的问题 大叛徒刘少奇,也疯狂反对工农武装运动。 弊武装运动,抑制个人,抑制无人能,抑制国家,抑制在官方,抑制他! 新闻已经把李二企点名公开点了。 李二企大家都知道,历史上在暗院里做好多工作。 说最早去安元发动安元工人运动 组织大罢工的是毛泽东 但过去确实是在群众当中不太知道这个 都知道刘尔西 说当时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想法 就是要办个展览 要把毛泽东在安元的革命实践活动给宣传出来 或者用当时那种语言 就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我是很偶然的很偶然的机会 这个事就落到我头上了 当时的宣传什么江青什么组织的 什么创作的什么什么什么如何如何 其实都不是那回事 这张画画完了 在展览会上挂出来之后 展览会一开展 观众这张画比较感兴趣 当时人民画报有个特殊条件 他们是中央文革直接派有联络组 每期搞的中央文革审查 他们就把这彩片送上去了 江青一看到你 江青说不错可以印 受到江青了 从个人情感实事求是假 应该感谢江青 因为他终究在当年大的政治环境下 他来推崇公开发表 他宣传 按照今天语言说 这种包装几乎到了无以复加 印量之大 九亿多 都应该在某种角度 应该说感谢江青 这种文革衣物 文革衣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搞这个运动从来没有的 十五千烈的可以说 目前收藏文革期间的红色文化的 现在收藏家不少于两百名 全国的 文革当时做东西都是蛮慎重的 质量都是非常好的 你像红包树啊 红包树就是雨露吧 毛主席雨露 在全世界发行了 五亿 五亿万策 是在领袖的业绩来讲 它输得最多的输 这是绣的 天津市港物局 一百个妇女 把这个绣起来的 京州毛主席万策无教 这个材料原来都是 这是成米的面包袋 面袋 这个很难得这个 这个很少 做的一个吧 全国费第二个 文革期间的林表元帅是我们的副统帅 这是毛主席和林表副统帅 接见文革期间接见北京的学生领袖 北京的五大林表 成年日 开大户 他已经了 等 现在的开大户 已经六十四岁了 中国怎么走向 这是文革来决定 就放在北京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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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防修防修 防止腐败 防止贪官 它还有很大的意义 现在对国际还是影响蛮大的 加拿大举办的一次 中国文革遗物展览会 那场馆的人都解不动 排队 排队买票 因为这场馆的人都解释了 不信心 在北京的角度 唯狗 台词 当中的角度 那些地区 它也是 我们的老师 有多些 公 Ee 那些原 cód伏 有本地的很常 大家又橋上 以及大家開始的人 为 echo的缘 Davidson 也許那些こと 不一定是不缘的缘 但若我想 pad 힘 你一定可以陷舞 途半个缘 我从这家美食修院附中 就是文革初期就跑到新疆去了 到兰州就没路费了 所以我是要去画毛主一项 画像 谋生 兰州市明航爵 邀请去画那个八米城 五米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巨幅大象 在他那个露台上面画的时候呢 白天就这样 太阳出来的时候 都有很多那个甘肃省的那些高官闲耀 他们堵在那个军事宝物区里边 怕受到冲击嘛 在那里堵了 所以他们来晒太阳的时候呢 看到我画着毛主一项 以后那么他们低低呼呼的说呢 就这样 好像毛主席呢 画着毛主一项就是一个耳朵的 但是这是文革初期最流行的一项 但是他们觉得好像是他们种种遭遇啊 就是毛主动一个耳朵骗听骗心嘛 就把所以有一天他们就跟我说了 他要画两个耳朵的毛主像标准像 但是这个毛主像已经画的头部全部画完了 就是衣服跟那个背景没画好 但是要改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只要是然后脸部你怎么处理就这样 你不可能把毛主像给涂掉 涂掉呢就是个现行反革命 然后你要把它拆下来 把它处理掉 哪怕烧掉都没有人敢弄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了 我说你们去处理 你们怎么去处理我可以给你们重新画 但是他们也没办法处理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上 双方有不同的见解嘛 所以我跟他争起来以后呢 他们说我给毛主席像上面打了岔 那个是画稿的时候呢 就是用的辅助线 但是呢他们就拿了这个事情呢 作为我的罪状给送到公安去 然后我呢第二天就给送到死牢里面去了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行为呢 就已经够情死刑了嘛 先进去以后呢就挂了哈 靠党这么挂了哈 角度只能垫在地上 三天三夜 好像三天四夜都不让睡 然后呢就等了我签名 认口那个罪名啊 就会枪毙了 这个老头呢 把毛主就像撕了 撕了以后呢 就跟他判了死刑 枪毙了 就这样 我呢最后一次提醒的时候呢 军事管级那个队表出来了 我跟他说了半天 说你们应该去看看 我画了像 确确确实实的那个对角线 在我那个毛主就像 那个大象上面也有那个对角线的 不是讲我把那个样张上面打了岔嘛 所以他听清楚了这件事情 以后呢 他们可能就是去看 然后就是 但是当时大家都拉出去枪毙的时候 我没有出去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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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的一批完全被边缘的 被那个主流体制严重的去遮蔽 并且粗暴的去干涉过他们的生存状态的 那么一批现代艺术家在建国后的命运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种陷入 在那些所谓的主流美术史之外 仍然有其他的一些现代艺术家的 他们按照个人方式去坚持的创作 这个展览叫《浮游的前卫》 我觉得这种浮游也表达了一种 很无助的很苍白的一种生命体 在宇宙间的一种游动 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赵寿先生的作品 他是中国早期的前卫美术团体的 一位重要艺术家 解放初期就去到了广州市郊区的 叫磨刀坑国营农场 就务农 前后就长达22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 这位早期的这种前卫艺术家 就基本上跟整个美术界的这种主流生态 就完全失去了联系沟通的机会了 在这样的一种极度封闭的一种个人心态下面 他们的现代主义的画风出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一个转化 但是非常重要的转化 就是他们把他们的这种目光 开始注视到他真正的生存的这么的一个生态环境 跟融化环境跟社会环境当中 并且把这种创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 他个人的语言的一种模式 现在这批作品已经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了 那么赵寿在跟这种主流的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 他是怎么样保持一种比较微妙的一种 我想是一种微妙的对质关系的东西 他有他个人的一种批评态度在里面 他居然在整个新中国期间 差不多有四十多年时间里面 一直坚持这种现代主义的这种创作 赵寿他晚年在接受陶永白先生专程来采访他的时候 他就会说 他说我都快被开除囚集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里面能听出来 他曾经经历过怎样无助的痛苦的一个人生的阶段 现在世界上纪有几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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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加了一年 转称的这种小数字 他在参加了一年 在参加了一年 说 全世界胡产权 胡产权联合起来 我们全世界的就是三种人 白种 黄种 黑人 这一切三个来代表着世界 现在我倒感觉毛泽东真是有点神 当年的伟大 认识毛泽东伟大和现在认识不太一样 现在感觉神的成功更多一些 按照唯物论来讲任何事情都有根据吧 都有出处吧 说这个人有这种天分有那种天才 他有他的一个过程 毛泽东在很多方面 政治上 军事上 经济上 一直到文化上 到艺术上 他很多方面都是站在一个最高点上 知道你说不神 不神在上 中山光与起苍狂 白白熊师国大将 白白熊师国大将 武惊隆 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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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觞绣 攀励 偎 天若有情 天一老 人间正道是苍苍 离江山庸 醉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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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正道 醉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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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亲切 因为我们都看着画长大了 真的 他对这些画画得很有感情 很鼓励人振奋 非常向上的一种感觉 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它是引导我们向前 向美好的理想去飞奔 所以文革我们上山下乡 都是抱着马腔的热情去 有一股年轻人那种 为祖国贡献的那种感情 他这个画就 当时画出了我们那种感觉出来 在西方人的眼中 政治宣传化 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宣传化 而我们是专制政治的宣传化 它是专制机器的一个零件 那么对整个社会发展来说 它是一个帮凶 一党专制是这个社会的主体 是操控全社会的一个核心 甚至领袖的片言之语 就是自己的行动方针 所以大家全国人只有一个思想 就是毛思想 所以才会出现 那么多的人会有那样的激情 那时代的人的那种精神状态吧 就是很 就是感觉对生活充满了这个 饱满的热情 充满理想 就是非常的这个 就是很感人的 这感觉 现在的人我觉得 就是跟以前的人来比较 就是可能会 在这个面容上面 一个精神状态上面 可能它会有一些区别 有很大的区别 就可能一个时代 和一个时代它有不同的面孔 就是 就是 60% can now read and write Mao Zedong wrote many years ago the outstanding thing about China's 600 million peasants is that they are poor and blank that is a good thing on a blank sheet of paper the freshest and most beautiful characters can be written the task of filling in that blank is never ending one hour every morning the peasants study Mao Zedong thought once a week there'll be evening lectures or films recalling the horrors of life before liberation or attacking lingering beliefs in gods and ghosts 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有一些方面 我们赞成了 像那个加油革命 好的 因为有点像我们在英国的一个西方国家的学生 他们 他们 他们要这样 就是 学生参加 管理 学 因为 瓶参加 就是 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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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works they will be remolded the study of Mao's thoughts is the basis of all study even English read after me lesson 9 a long, long life to change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nge Mao long live the great teacher long live the great lead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and great hamsman change Mao and great hamsman change Mao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and great nation 9 long, long life to change Mao long live the great teacher 1868年 西方整個的那個 學潮期間的學生 學生運動呢他們就覺得 中國是代表 這種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 和典範的英國 這種老牌帝國主義 就是代表了他這種 資本主義的腐朽 而毛澤東呢他的解放 平等他就認為他真的是一個 一個代表 英國學生運動 拜毛作為一個 一個象征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象征 作為一個烏托邦的象征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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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汽车把他们运到看守所时 我们在旧借会 吃骨饱 穿不暖 武术读 和萧瓶这个大坏蛋 教我们走过旧时的鲁鲁 我们一千个都不答应 一万个都不答应 他们这动作 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 普遍所有都有个规范 大家是这样做 飞语录的动作 什么表情 什么都基本上大同小异的了 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当年的这些人 应该说也都非常正常 都不记忆任何个人得失 完全把个人的行动 拿在一个整体的框架里面去从事 所以你说包括苏联 早年的一些政治宣传画 什么的 应该说都有这一个共性 甚至包括假设希特勒 可能也都是为他当时的政治需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应该说都有共性 但是这个作者情感呢 应该说投入到这里边的人 就在当年那种政治氛围下都非常真诚 我们为什么对罪恶 对残暴这种东西没有任何认识 还认为是很真诚的了 他把愚蠢当作一种真诚 因为他们这个年代 已经被专制思想给洗脑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怀念 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文革宣传画不是艺术呢 因为尤其对中国社会 我们要讲清楚 艺术就是艺术 宣传品就是宣传品 专制政治的宣传品 就是专制政治的宣传品 文革宣传画是专制 专制政治的宣传品 而不是艺术 这种工具为专制政治服务 它误导了社会 在逗人的时候 大家觉得它是敌人 就会上次零缅心 就会使用各种残暴的手段 这就是它宣传画的作用 就在这里 所以说文革现场化 使人变得没有人性 而变成一个暴徒 在那个清理阶级队伍 学习班里边 就是老师斗老师 所以我都见证了 几个老师的自杀 我们学校 还有一个自杀的老师 叫伦毅 他曾经教过我 他在学习班里 他是带着毒药进去的 那么天天斗争 天天他就受不了 他喝下了毒药 喝下毒药马上送到医院去 发现他早送到医院去 他抢救过来了 抢救过来还不能回家 马上送回来学习班 接受批斗 这个时候就多了一个罪名 就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有一天 那老师都到外面 搞批斗了 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找那个玻璃片 在这个肚子上来 把肚子打开了 把那个长点拉出来 把长点拉出来 那到了六八年十月份嘛 那时候很多那个小学生三年没招生嘛 那些东西 三年没招生 一下子招了三届的学生进来 一进来就要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 又办一个阶级斗争展览会 当时我有参加筹备 当时呢我就带了一个人 因为我不会照相 我带了会照相的同学 拿照相机去了医院 因为那牛鬼蛇神都要拍照嘛 因为展览会那么要展览嘛 那个同学就到了医院 他病床 那么他躺着 他跳上床 双腿跨在他身体上面 拿个照相机这么给他照 那么这一张就是 当时那个介绍信 这个字是我亲笔写的 发行的 卡 為人名 別從天上來 我們從天上來 別從地上來 我們從地上來 別從海上來 我們從海上來 別從從來 我們從海上來 我們從海上來 把一人唱不少兩端 誰敢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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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世 我們都在世 我們從海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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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著這個圍巾 都是駐山山須的副裏 工人服裝都不典型的 這個題目基本是 視為算算不定的 不是我們自己的 搞完成以后还视为常委的拍板 所以出版现在最高兴的拿这个搞 不会负责任了 最放心了 所以怎么意义都比较多了 像他们在很热情的 在创作那些主题创作的时候 那么曾毅 像曾毅这样的一个三十年代 这种绝代佳人 他正在黄花岗一个 很破落的一个猪圈里面 在砍猪草 我就觉得这种事情 就是说当你把这两种历史 一起穿插在同一个年代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中国美术史 它所赋予给我们这一代人的 一个风景的这种性质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构成的是一个整体的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一个流动的图景 我们现在看到他创作的这两张 反映这个革命圣地题材的国画 我们现在缺少非常详细的这个资料 去支持如何解释这两张作品 但是可以想象在当时非常严密的 这种政治气氛之下 那么一个艺术家 他如果想仍然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 仍然想保持自己的艺术创作的一点权利 那他可能就必须要做很大程度的妥协 他需要证明自己在新中国的状态当中 他依然有这种创作能力 他依然想融入那个 那个所谓的一个 一个创作权利的基本的群体 在联系上我们所了解到的 他之后所经历的那种非常窘迫 困窘的一种生活状况 所以我们在这种非常灿烂的 这种圣地题材的画面后面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更多的 作者的心态的一种潜伏的东西 江青到上海去 就那时候代表毛提出来三突出 一张一个艺术名突出主要人物 主要人物里面突出英雄人物 英雄人物突出主要人物 但我个人确实是很真实的想法 如果他当时不参与 不嚷嚷 可能我后来 整个我这个人生路可能都不一样 可能应该说更好一些 要是怎么说呢 要从一般社会角度说 一个出名了 有人说当官了 这官也不是多大 一个的身份就北京市市委委员 当时北京市出版局的领导成员 后来当北京市出版社副总编辑 达到四十八年之后 又是北京换院院长 现在又十五年 和这个不能说 毫无关系 日本的那个文化代表团 郭沫若是接待团团长 我是副团长 姚文医员 这个照片里我是这个 当时新华社拍了不少照片 我这拿这个是不太 不太 曼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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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局会上 一口咬定 我是坏人 是林彪一伙的 七二年 这样我挨了四年 一直到七六年 搭到四人帮 挨了四年审查 给你多少次想自杀 你应该感谢共产党政策没死 因为那时候说一自杀吧 定成反革命的 定成反革命的 那就说 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 反革命 当时想 我这一死一了白了了 这个亲戚朋友兄弟姐妹 这都这么访命家属 这日子也不好过 他不是人 他是一个具体的阶级敌人 他是一个地主 富农 反革命 右派 走资派 我们去打他们 去抄他的家 完全没有思想障碍 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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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灭火 然在胸 戒指头正风浪 好也凉落 如今都正团 也有心等风 地成文 方向明 朝日风不敢革命 全看重新 最弱的 我们是 毛泽心的 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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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个思想工具 政治工具 因为通过这些 那个视觉性的那个东西 文革就是被生产起来的 是不是 文革就是被进行 那个下去的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同时 而且这是一个学者 没有学到的东西 你说文革是 那个字面发行的 学着中国也好 那个国外也好 学着所强调的那些 那个材料 往往就是 文件性的那个材料 或者口头性的那个 记性和材料 不是那个视觉性的 所以你通过这种东西 去分析 当时那个文革 是怎么样发行的 是怎么样创造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多分析 这种东西 所以表面上 它是一个政治性的那个工具 很简单 每一个 虽然它们互相之间的故事 互相之间的话语 互相之间的 美术形式 美术方法 等等都非常不一样 就那个规纳起来 可以这样说 说起来了以后 它也有另外一个作用 比如说 巩固一些那个社会上的 权力性的关系 是其中之一 这种关系就是 工人和农民之间 女性和男性之间 而且这些那个权力性的那个关系 可以说那个等级性的关系 是以前那个人家是那个没有太多的那个想调了 所以用革命的命运 可以干任何非法的事情 可以干任何残酷的事情 打造革命的旗帜 打造人民的旗帜 可以干一切残酷的 把古代任何业库性都恢复了 如果政治上 经济上的破坏 经验调整政策 就会恢复过来 而这个精神上 道德上的破坏 是既代人 所以毛泽东 对中华民族这种美好的 善良的 勤劳的 这种人道主义的 人责爱人 你这个中规文化传统 摧毁大截 Kill, kill, kill I found out a long time ago What a woman can do to your soul I love what she got to kill It was the one way for people 人們能夠解釋 這個政策 因為人們不可以讀 所以他們沒有想法 他們沒有想法 他們可能沒有想法 他們可能不想法法 我看見 Folk Art posters 人們準備了 Folk Art 人們的藝術 人們的藝術 但他們看過它 是藝術 還是 是 是 所以 你不懂 什麼 我們看過它 是 不好 我们有一个批判的感觉,但是它并不是。 在一个国际上有这么高的证据, 你能够通过的证据是批判艺术和很简单的证据。 这种宣传化式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上传下达的方式,就是统治方式。 这种统治方式顶多是到县关这一层。 老百姓是通过读书人在扩产他的周围,顶多到这儿。 但毛最重要的是群众运动,到了极致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延安文英座談会,就两个东西非常重要, 一个是艺术为政治服务,一个是艺术为工农兵喜闻乐见。 为什么要喜闻乐见,就是说我在这个样式当中, 画得非常让老百姓接受,包括色彩,包括造型, 让老百姓熟悉。 最后熟悉呢,我才能够把我的思想通过这个艺术灌输到老百姓那儿。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华庭判决书特法治第一号, 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国国刑罚和中华人民国国刑事诉讼法。 判处被告人将其辞刑。 革命曼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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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是假新闻 说话是官话桃话 把从官府 到 所属家 到各国家 到土同的老百姓的家庭生活 都政治化了 也说都虚假化了 我就感觉这样一幅画 都能毁掉 我这个情人缘 随着对毛泽东 的重新评价 所以我始终有点担心他的命运 说95年 也就是一月份左右 我得到一个很确切的消息 就我对我自己这张作品的 这种命运的担忧 得到严证 因为当年我画了两幅 一幅就是 后来排卖的这幅 在我手里 另外一幅当年我画的送给安元纪念馆的 结果95年春天我知道 安元纪念馆这张画 毁了 我手里这幅 如果这么放下去 我个人没有能力 能保住它 95年排卖 当时排的人民币是605万 这个记录保持了近十年 在中国这个大陆市场上 文革宣传画 无论在艺术史上 还是美术史上 我觉得不具备什么 真正的收藏价值 但它有一定的实证的价值 就是说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作为一种罪证 作为那个时代愚昧的见证 应该出于这种情况 在历史中出现 它的收藏价值一点都没有 这一点必须要告给 所有 无论是国内的收藏家 还是国外的收藏家 文革的宣传品 一点收藏的价值也没有 这种华尔卖这么高的价钱 给中国人的这个不反省 这段历史有关系 我想希特勒时期的那些话 是不是到现在 在德国的市场卖的依然很高 不可能 不可能 苏联那些话也不能再次 苏联卖那么高的价钱 中国人就是到现在 永远不反省这段历史 其实人的探户意识是有的 我的同学就跟老师磕头 就说对不起 中国人的杀户意识 中国人的杀户意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